站住 贺美丽 这是你的女儿吗 皇上选妃 你的女儿符合证券条件 带走 快走 走 慢走 大哥啊 你们到底有没有眼光啊 我整成这个样子你们也有啊 就是就是 你看看我女儿又胖又丑 说话大舌头 你看看人家爆牙 皇上能要她吗 选不选得上 不关我的事 带走 快走 女儿 快走 别动 皇上不会要的 不会要的 快走 这也不错 送她进宫 等等 你看看她又胖又丑的 她怎么能进宫呢 是不是 少啰嗦 能进宫可是她的福气啊 哎 等等等等等等 哎 官爷 你好好看看 您看看我的女儿 大爆牙 满脸是痘痘 又懒又缠又不会做事 皇上不可能要她 走啦 再见啊 走走走 就是啊 我没事就抠脚挖鼻口 这脚还会磨牙 打葫芦啊 流口水 那我怎么去 够人呢 对对对 哈哈哈 哎 我们走了啊 再见啊 走了走 送她进宫 啊 娘 快走 快走 娘 娘 我我我我 宫中有令 抗命者 斩 放开我 放开我 娘 娘 娘 快走 娘 快点 娘 你们放开我 娘 快走 娘 走 孟公公好 嗯 你看什么看 再看挖你眼睛 走 啊 这是皇公还是行场 少啰嗦 走 大哥 你这未来老婆都进宫了 你不去看一看啊 耶 哎 婚都不想结 哪来的老婆呀 这人都来了 你能不结吗 啊 这次找不到合适的 咱们下次再找 你是个皇上啊 你还怕找不到忠义的 哎呀 到时候啊 有你烦的喽 后宫家里三千 只怕你那铁锄 磨成了绣花针喽 若水三千 朕只取一瓢 只要能跟心爱的人在一起 这就够了 三千你才取一瓢啊 那剩下的两千多 不浪费了吗 这事我也帮不了你 哎哟 你真是身在府中不知福哦 你还是太容易满足哦 禀皇上 要及时通报 什么事 地洞仪上的铜球掉下来了 你这个球好啊 这上面还带字的啊 救玩玩 这可不行 这可是地洞仪上的铜球 玩玩又能怎么样 还给我 不要闹了 拿过来 这 去去 我送 你 立刻通知青天间 查明地震地点 让六部 带命去救灾 一有灾情 马上通知 是 哪儿地震了 东南方 希望百姓没事 灾情不会太严重 幸亏我不是皇上 我不用操这个心 你不去后宫 看看你未来的老婆 得 你忙着 我替你去 大家好兄弟 有福同享 有色我当 回来我告诉你 他正不正 好 这儿 这几天你就在这儿待着 好好学习宫中的礼仪和规矩 知道吗 去吧 有游戏 有游戏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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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游戏来了 我是游戏来的 我是游戏 游戏 我是云南来的 游戏来的 我是宰戏来的 我是富南来的 我是河南 我是河南来的 有游戏来的 太好了 你两个 云小蝶蛋 好漂亮 宝宝 来 来 让一下 让一下 别紧张 别紧张 反正大家也选不上 那就大家一起学习 怎么做宫女吧 做宫女也可以的 喂 本宫主在训话 你懂不懂规矩啊 你去哪里啊 不够 我想去拉屎 快去快去快去 小姐 我们是不是走到动物园了呀 怎么有猴子 猩猩 还有猪啊 你是谁啊 摇出来的丫鬟这么无礼 这位是赵太师的千金 湘宁小姐 太师父啊 有什么了不起 太丑了吧 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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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边来了很多丑蛙怪 快来看 小天 小天 喂 木头人 有没有看到小天 没礼貌不说话 你来干嘛 哇 妈妈 有妖怪 妖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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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哪 有妖怪 有妖怪 方宫里边有妖怪 有妖怪 我 来人哪 方宫里边有妖怪 来人哪 呀 我呀 小天 不是 干嘛把自己弄成这个德行啊 我是想故意办仇点 谁知道他们就爱这样的 我严重怀疑皇上到底有没有审美观 小天 我 挡一下 挡一下 小天 他不在 什么不在啊 都有人说他在里面了 等等 他换衣服呢 他换衣服又怎么样啊 大哥大哥 来来来 大哥 我呢 有个秘密要告诉你 什么秘密啊 这秘密啊 一定要找个好地方说 来 这这这 哎 我跟你说啊 我刚才啊 去看了你那些未来的老婆们了 哎呀 鸡皮疙瘩现在还没下去 都这么大个 什么意思啊 我看你老妈呀 那是故意的 那整个就是怪物图鉴嘛 一个比一个丑 你那个胖表妹在里边 那是单顶后落的鸭裙 那算是正的 我看你老妈摆明了就是要内定她 不过你也别担心 那个章鱼妹也来了 章鱼妹 就是整天扒着小天不放的那个 你还别说 她只要不说话 哎 这打扮起来还真挺漂亮的 不过啊 跟小天一样 开口挂 你们两个 在说什么啊 哎 哎 哎 哈哈哈哈 哎哎 那个 我没说什么 我我跟大哥说呀 建议皇上选妃的时候呢 就选赵太师的女儿 章鱼妹 哦 绝对是个明智之选 哎 这样我就脱离苦海了 哎 你看看你看看 怎么样大哥 那你就这么跟皇上建议啊 嗯 我 我求求你们了 皇上一点也不想选妃的 哎 这样你们今天想办法 帮皇上脱身 等等等等 啊 到时候呢 皇上一定重重有赏 赏多少啊 哇 啊 嗯 离家出走怎么样 新郎都不在还成什么亲啊 哼 这 哎呀 不行啊 国不可一日无君 皇上俏家 那等于是抛弃天下所有的百姓啊 哎 就是说嘛 啊 啊 你出的什么馊主意 那个老燕贼的宝被丢了都闹个鸡毛鸭血的 这皇上俏家 你不把整个北京城翻过来才怪 我看啊 俏家还不如出家呢 出家可以整天说 哎呦妈呀哎呦妈呀 哎呦妈呀 哎呦妈呀 哎呦 出家 出家 哎呦妈呀 干脆学你当太监 嗯 这样不是一楼永一楼 去 要不这样吧 装疯 装疯总可以吧 哇 这让皇上装疯啊 你 哼哼 太傻呢 一斤多少钱啊 那装疯不行 装病 装病总可以 哎 装病更不行了 虎不过太医的 得 这也不行是那也不行 那就实在没辙了 那就只能祝愿皇上 新婚快乐 早晨贵子了 哎 干嘛 有了 皇上说 只准和天一人进见 别放屁 我们俩一体的 你记住啊 千万不能看皇上 不能跟他对视 要不然挖眼睛 扒衣服 嗯 你看看 你只两只手 你挡得了这儿 挡不了这儿 挡得了这儿 挡不了这儿 不过二哥可以帮你 你挡这儿 二哥帮你挡这儿 皇上是不是很吓人 你不看他 就什么事都没有 哎 我去找皇上 你不能偷看啊 扒光了 挖眼睛 光着挖 不许看 不许看 哎呦 哎呦 皇上小心 哎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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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这换衣服啊 都是在大房间里 有专人伺候 你知道好 房顶上换衣服是吧 哎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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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小天知道 你没有那么差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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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总替你这么瞒着 很累的 衣服给我衣服给我 呐 耍什么大拍啊 让人站那么久 屁 虚什么虚啊 小岸 有空啊 你劝劝皇上 别养成迟斗的坏毛病啊 好 皇上驾到 快快快 皇上来 皇上来 快快快 站好站好 来了来了来了 那些太监 干嘛挡住皇上啊 皇上可能觉得长得没有我帅的自卑 快跪下跪下跪下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快 万岁万岁万万岁 啊 不好意思啊 不是故意要耍什么大牌的 听说你之前说朕 不是一个昏君 就是一个笨蛋 哼 朕还没有时间好好跟你说 谢谢你的指教呢 这 本来呢 是觉得皇上有点昏 不过皇上懂得采纳中年春换冬场 这就说明皇上并不像传说中那么昏油 那么那么 他是不是 是不是很笨啊 皇上心之口快毫不做做 想啥说啥 果然是个性情中人哪 皇上 你躲什么躲 你躲什么躲 你不是说过有 有办法可以让朕装病 然后别人不会发现的是什么办法 皇上 我的腿有点酸 能不能站起来说 可以啊 站起来 你站起来 嗯 多谢皇上 首先 我来示范一下啊 小安 你过来 这边会痛 另一边就不会痛 对不对 痛 其实这个道理是很容易解释的 像我刚才那个样子 对着小安的耳朵 啊的叫一声 于是她右耳的经脉受到了震动 就会感觉到痛 在左耳的经脉呢却是正常的 所以就不会痛 哎 大哥 来了 门口呢 来了 哎 那我进去吧 快进去 快进去 宣和天觐见 奴才遵旨 喂 皇上就在里面 但你不能见 要不然就挖眼睛 霸衣服 这样这样 你在这告诉我口诀 我进去给她扎 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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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最重要的就是手对风味 扎错了不会出人命的 哦 这个风味千万不能说错了 会半生不随的 要找她脖子下面四寸左右 记得是四寸 不是三寸五寸 不然她就挂了 然后呢就可以扎下去了 有最细的呢 这根针啊 你行不行啊 可能都行 大哥你忍着点啊 最细的针 什么 最细的三根 大哥 对不起 是这三根 你这血太多 我有点晕 等会儿啊 冷太医呀 这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啊 啊 气通脉稳 脏气则动 但皇上气不通脉不稳 脏腹却正常 怪啊 是啊 怪啊 怪啊 真怪啊 怎么会得这么个怪病呢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呢 臣尽力而为 容微臣告退 哎 哎呦 哎呦 这好短短的 怎么说病就病了呢 啊 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哎呀 皇儿 母后 母后 哎 皇儿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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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救了太医 救了太医啊 母后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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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不 儿臣只是有点头痛 不过这选妃的事情 看来是要 是要缓一缓了 太后 啊 哦 国泰民安哪 皇儿啊 李公公说的有道理 有道理呀 对 李公公说的蛮有道理的 可是 儿臣就是担心 最近身体顶不住 到时候母后 还没看到这个龙子 就没有了这个儿子了 皇儿 你千万不要说 这么不吉利的话呀 你先好好养着 选妃的事 缓缓再说 缓缓再说 来 沧淮入山 陆沧入苍 耶 喝 哎 你们作弊啊 这次不能算 大哥 你太狡猾了 故意出手慢奔派 哇哇哇 愿赌服辅 要是把我们当兄弟呢 就要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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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算了算了 先欠着下次再喝 欠什么欠啊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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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汤 kilogram 不要不要不要 哪里跑别跑 送了送了 站住 犹豫干坡 行了 别怪我了 我不是不会喝 我是怕等会你们说了没酒喝 好 那我喝 恭喜皇上乘风装兵 太后有旨 宣和天觐见 太后 太医院院士和天参见太后 你往哪拜呢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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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 你 你这是怎么了你 怎么了你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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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你呢 快起来呀 太后 我刚刚效法神农长白草 不小心吃太多了 所以头晕眼花的 皇上得了怪病 哀家看你医术不错 你赶紧想想办法 给皇上制止 属下明白 属下一定会全力以赴 让皇上早日恢复健康 不过呢 不过什么 回禀太后 皇上现在龙体为药 为了避免病情恶化 属下建议皇上停止娱乐活动 安心静养 好 就 依你所言 就这么办了 嗯 谢太后 不过 五天之后 是皇帝的选妃之日 他必定要参加 哀家给你五天时间 你得把皇帝的病 给我治好了 有什么问题吗 太后娘娘 这五天的时间好像有点赶啊 属下没有把握把皇上治愈 可不可以再多宽限个十天二十天的 五天就五天 哀家说五天 就是五天 期限之内 你一定要把皇帝的病 给我治好了 这个简单 要么继续装病 小天人头落地 要么 你就去告诉皇上 让他快点取亲 二选一 嗯 大哥 大哥 你不要为难 吉林还需要吉林人 这件事情我会想办法 那 你打算怎么做 这你别问 反正我一定能够搞定 我能 我能够 搞定 搞定 我 你 摔了 左右 左 左 左手 好 对 这边这边 这边这边 漂亮漂亮 非常好 左 右 左 对了对了 抬高一点 来 抬高一点 抬高一点 再来 别晃来晃去的 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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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对 我 你 你 回来啦 啊 孟公公公 不知您有何贵干 这次又要我去帮谁看病了 你小子日子过得挺清闲 上班时间还敢出去玩 我还想找几个人抓你回来打断你的腿 哎 站住 你要去哪儿啊 我去倒茶 不好好招待你 我怕过会儿又要打断我什么地方 你怎么不穿鞋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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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时辰轻气上升浊气下降 穿着鞋走路会妨碍脚的浊气排泄 嗯 而且赤脚可以吸收地气有益健康 嗯 别跟我废话拿八豆来 嗯 嗯 要多少八豆 要多少要多少 啊 全部都要 一下子吃那么多连大象都会拉斗虚脱的 哦 怀疑 我 孟公公 我马上就去拿 嗯 嗯 哼 你 你看出什么来了吗 没有 嗯 嗯 嗯 哎呦 这个你可别放太多啊 只要他们喝了以后不能参加选飞就行了 别出人命啊 好嘞 您就放心吧 嘿嘿嘿嘿嘿嘿 哎呀 哎呀 李公公啊 嗯 嗯 我仔仔细细地研究了 这两个杯子一模一样 怎么才能保证让那个洗衣板喝上啊 你可千万要注意啊 看见没啊 啊 这个瓣 一个黄瓣 一个白瓣 白色的瓣 你可千万别喝 喝了以后你就跑度了 喜事没完没了 你可就当不了贵妃了 记住了吧 哎 哎 喂 哦 小天 你在这干嘛 嗯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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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也挺好 反正又拉不死 教训下那个章鱼妹 也挺痛快的嘛 哎呀 你不要是幸灾乐祸的 认识你这样的朋友实在是够倒霉的 不肯帮忙还说风凉话 这么年轻就认识我是你的福气 你不是挺讨厌他的吗 没有你想的那么夸张啊 他从小娘不在爹不疼 所以才会那么凶 其实他只是希望别人多关心他一点 哎 你干嘛帮他说话呀 你是不是男生办得太久了 性向不明 喜欢上他了吧 哎 对啊 我就是喜欢女的怎么样 喂 喂 喂 你可别想不开啊 你这样做违背大自然定律 女生吧 应该喜欢我这种 长得有点小坏 帅得非常具体的浪子 啊 想要我喜欢你是吧 那你 去把自己淹了吧 淹了你就喜欢 那可是你唯一的机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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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那先成亲 洞房之后再淹行不行啊 要不淹一半吧啊 哎呀 太后家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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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您过目一个个美若天仙哪 哎呀 可爱啊 哎呀 高耸淋雨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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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玲珑 来上来 你看这雀排怎么长的 长得好对称呢 你看这装的跟头似的 您看多好 哎呀 哎呀 很有安全感 好好好 哎呀 哎呀 你看长得 你看这小脸 你瞧瞧这个 这个我认得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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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最有个性了 哎呀 你看这小脸红扑扑的 哎呀 哎呀 这牙怎么长的 长得好 长得好 好好好 我瞧瞧这个 好好好 哈哈 你想谁呢 嗯 你还不给太后请安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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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好了就这样吧 免礼了免礼了 自茶 来 请用茶 还不谢谢太后赐茶啦 谢谢太后赐茶 好了好了 就这样吧 对不起 我给你换一张 喝呀 快喝呀 太后 请问这个是什么茶 你喝就是了 这茶呀 你八辈子都没喝过 爹 你真是不笑啊 这八辈子茶你那核桃就走了 这火酸的也是一个人独享啊 你好 我以后又不知道能不能见到你 这 你倒是赶紧喝呀 快点 这茶 这茶 别 别 别吵啊 别吵 这么贵的茶 你倒了干啥 你 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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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喝 这 你没事吧 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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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 Night 你怎么穿成这样 这样多好多方便啊 聪明吧 你 随你怎么方便 只要别跟着我 怎么这样啊 你以为你是皇上啊 我爱跟谁就跟谁 好香啊 李公公 您刚刚扔进去的是什么呀 别问了 一个女孩子家你问这个不骚腾吗 不过你吃了以后 肯定对你有好处 咋了 李公公 不行吧 我表哥他最近身体不太好 咱们要是放这个 会不会影响他的健康啊 你表哥啊 我看什么病都没有 顶多也就是个阴阳失调 你是阴 他是阳 你把你的阴给了他的阳 怎么一折腾 他就没病了 我可告诉你啊 你听着 我现在该做的都给你做了 剩下的那就看你 该有什么跟着 怎么睡 你又怎么干什么 都都都都放进去呗 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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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我急啊我 我比你还急啊 你也急一起吧一起吧 我现在更急了 表哥我来了 表妹来了 快点想办法快点 表哥 表哥 你个死太监 站那么高干嘛 你扭来扭去的在干嘛 你扭来扭去的在干嘛 我问你 你有没有见到我表哥 没有 没有 确定吗 我告诉你啊 如果你看到我表哥 你可一定要告诉我 听到吗 如果你不告诉我 你就惨了 我就要告诉李公公 告诉李公公 你这个小菜姐在偷懒 每天都不好好干活 罚你站在宫门口 不许吃饭 不许睡觉 还要刷马桶 刷完这个刷那个 要刷好多好多的马桶 你又臭死了 而且你有小秘密 都要告诉我知道嘛 因为我 太风特别特别的宠物 所以到时候 你要是不告诉我 你就惨了 有很多好多的麻烦会找你 嘘 我实在憋不住了 你赢了 哇 表哥 他是不是走了 他憋不住了 来来来来 再喝再喝再喝 大口大口 大口大口的喝嘛 来来来 好不好喝好不好喝 不要浪费了 我看你都吐出来了 快喝嘛 表哥大口喝 再喝一点 还有一勺 再喝一点 喝嘛 来来来 够了表妹 够了够了表妹 给你擦 好了表哥 先看奏折了 嗯 不用 表哥 现在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觉得很热呀 热 热 发自内心的感觉 热 是不是觉得有点热啊 热了热了热了 表哥 我最近学了一个舞蹈 我现在就表演给你看 不不不不 不是 我别走這麼快啊 等等我 哎呀 什么味啊 怎么那么丑啊 太寒酸啦 我这里是医护站 你以为是度假村哪 可是 我至少是个客人吧 你应该泡杯茶给我喝呀 外面水缸有水 你不用客情 你怎么这样啊 人家就是为了见你一面 太秦宫参加选妃的 现在还扮成一个死太监 你说话的态度 就不能好一点吗 你傻不傻 你那边一大堆恐龙 万一皇上看上你了 真的选你当皇后呢 这个太好办了 我只要故意出纰漏 给皇上太后看 我让他们把我赶出去 不就好了 你别胡闹 你那边啊 刚刚有人被下了药 现在拉的 连毛坑都快要满出来了 听说那杯茶 原本是给你喝的 那又怎样 谁要是敢害我 我就加倍的整回来 你尽量小心一点吧 多注意一下 我去做事了 你别走啊 人家难得进宫 好多好玩的地方都没去呢 你陪我玩吧 别弄了 你陪我去玩吗 何天 我警告你啊 你再不陪我玩 我就一把火 把这衣护炸给烧了 表哥 好 你热不热 好热 那么多衣服吧 来来来 哎呀 怎么穿那么多衣服啊 表哥 帮帮 你别跑,你别跑,站住 表哥 别追了,别追啊 表天 你给我站住 信不信我把你给尖了 炸了,煮了吃了 站住 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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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哥 表哥 别想跑 表哥,我来了 原来你也被人追 大哥,你怎么了 你怎么那么烫啊 你怎么那么烫啊 心跳那么快 脉相也很乱呢 跟我来 不是 不是 不是,大哥 你呢 去冲个凉 凉水里泡一会儿就会舒服了 大哥,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你看起来 好像你妹妹 哦 双胞胎 当然很像了 小天 大哥 你醒醒醒,醒醒 醒醒 你 小天 你今天看起来 真的好不一样 不要用手啊 不管一样不一样 你也不可以这样子乱来啊 我觉得你 你 好像一个女孩啊 你 你现在神志有点不轻 我建议你马上看看去冷静一下 你 哦